是脑虫虫潮母虫 良性畸变种 第二能及幼虫基石可食用 经过多虫人工改造的一星共生生命 如今已经面目全非 不负原本形态 其原体式可以与亚智慧生物共生 令其拥有智慧的脑干阔余 进化后可以令共生者连通脑阔余灵能网络 繁祖畸变后 会通过强行接驳神经网络达成吞噬同化 母虫会根据巢穴所在的进行自适应性畸变变态 目前形态 雷 火 蕴含原制 3209.5531精锐单位 在预知世界中 宛如蓝色水晶棱柱一般的母虫甲壳 泛着身子色带着蛋清的雾气 这是第二能级高阶级以上特有的特征 而对方居然只是幼虫 这说明母虫的完全体有着第四能级的潜力 如果不是害怕暴露 伊恩差点倒吸一口凉气 母虫的强大 比他想象的还要恐怖 按理来说这种寄生虫不应该是没有寄生体就没什么实力的吗 怎么母虫本体就这么强 不 不对 在所有人都屏息藏在裂骨上方通道时 伊恩继续认真观察 双眸内 银青色的流光闪动 他隐约看见了些许过去的幻象 一个疯狂的男人 一只无害的软体阔鱼 一个先进明亮的实验室 一排强大生物的基因样本 这个生命 必然需要具备可以适应所有恶劣极端环境的能力 无论是海底还是熔岩 无论是高空还是极地 是雷霆的中央翼或是高天之上的虚空 他就必须要有这种能力 演化太慢 基因修饰难度太高 既然如此 那就去激变 用最快的激变 数以千万剂子体的死亡 临选良性畸变的特征 然后汇总回灵能网络 如此一来 终有一日 就可以达成最终的变态 蜕变为救急的生命 无论接下来 你会迎接怎样的天灾与末日 可以抵达至未来的生命啊 你必将永生 于疯狂的笑声中 柔弱的阔鱼的形态 开始了迅猛的改变 不 是畸变 因为简单 所以可以承载几乎所有的异变 无害的软体阔鱼 在一次又一次激变地带中 化作了凶猛的寄生烈食者 而这一切 被五个连昧而至的意志粉碎 灵能网络破碎 视脑虫陷入沉寂 直到数十年前 因为不知名原因 在一次重组灵能网络的虫群复苏 并重新修建几虫潮 导致一记散热异常 于几十年后另大风暴出现 而这便是一切的开端 伊恩 你还好吗 从幻象中苏醒 伊恩听见伊森加德压低声线的关切 你在流血 快止住 摇摇头 少年清醒过来 他察觉到自己的眼鼻又开始流血 幸亏伊森一开始就察觉到这点 并用自己的风系原置压制住了周围的空气流动 不然的话 伊恩的血味道扩散 指不定就会引起周围是脑虫的关注 心念一动 伊恩便用原种控制住了自己体内的血液 他感觉到心神一阵疲惫 仿佛刚刚和人大战一场 呼 看来以后也得小心一点了 预知世界虽然强大 但是进阶后的消耗也不容小觑 如果说一个正常的第一能级高阶升华者 体内的原置储存是在1500基础单位以上的话 那么伊恩大概就有2000上下 是第一能级巅峰级的原置储备 这已经是第一能级的上限了 当然 远不是他全部的底牌 倘若动用古龙核心 加上银色芯片协调 伊恩就可以将自己的原置上限提升至接近3000基础原置单位 并且源源不断地进行高速恢复 再加上沙凯学徒的高身体素质加成 这才是他敢于挑战帕特里克的底气 可就在刚才 他用预知世界去观测视脑虫母虫时 一瞬间就消耗了超过200基础单位的体力 一瞬间 消耗十分之一的体力 什么运动消耗都远远比不上 故而令伊恩肉体刹那超负荷 之前看安多尔时 消耗最多只有几个单位的基础原置 看来是观测目标同样具备灵能 而且实力远超我的原因吧 假如我进阶第二能级 基础原置蜕变为精锐原置 那消耗估计就少得多了 收敛精神 压制住小伤 伊恩继续观测眼前的视脑虫母虫 目光好奇 良性畸变体 看来就是和之前的畸变人差不多 只是全部都是良性畸变特征的存在 经过这么一次风波 三人也算是冷静下来 可以认真观测这头显而意见非常不好惹的意外了 这母虫与金戈牙那边的海魔虫有些相似 表层甲壳也有一些结晶龙的特征 这是歌赛大师的观测结果 老人眉头微皱 认真用小型望远镜观察 这个虫巢背后是什么 居然能为母虫提供如此庞大的能量 看他甲壳下方的荧光血肉 他正在急速发育 等等 这是指幼虫 很快 歌赛大师便得出结论 他感到惊恶无比 虽然还没到第二能级巅峰 但这也足以说明他有着第四能级的潜力 第四能级的魔兽 哪个都是有着名号与巢学的巨兽 是一个帝国都需要头疼的存在 这个遗迹里面有结晶龙和巨双鹅也就罢了 居然还有一个第四能级潜力的寄生虫 老师 你注意到了吗 伊森加德也在使用望远镜 少年将镜片转动 聚焦 令他可以清晰看见更多细节 瞧 蓝色水晶甲壳和巢穴的接触之地 那里有什么东西在蠕动 我不太清楚那种好像是金属又好像是水晶胶质体的东西是什么 我 哥赛大师也调整方位 紧接着一愣 刹那后 他这位老者的语气突然激动起来 怀光之光啊 这是 这是活金属 这是摩瑞恩钢 是高等级以太武装所需的必要材料 摩瑞恩活钢 我 因为刚才伊恩在修养眼睛 所以没有第一时间跟进观察 而他虽然没有望远镜 但灵能和银色芯片就比望远镜更强 他也注意到了那蠕动的金属胶质 察觉到那深紫色带着青色的光韵 心中不由的移动 为什么这里会有摩瑞恩钢 看来母虫体表的那层水晶镀层应该就是活钢的作用 摩瑞恩钢又称活钢 是一种半透明的金属晶体 质地非常坚硬 但在灵能的作用下却有着惊人的可塑性 泰拉世界最大的活钢产地 正是位于大陆东北沿海的坠星城和矮人的寻天之域 妖精们作为天生的灵能生物 对活钢有着天然的敏感性 而矮人就是单纯的历史遗留 他们的先祖圣地就是泰拉世界上最大的活钢矿脉 据说在妖精中有一批极其富有且有工艺技巧的妖精 会使用纯粹的摩瑞恩钢作为自己的躯体 他们自称钢妖精亦或是银妖精 是妖精中极其特殊的一系高阶传承 而在矮人中亦有钢铁大师的传承 不动兼程的第三能及十之领主就借鉴了他 故而同样需要高度纯化的摩瑞恩钢作为不可取代的魔药斧材 这个地方居然有摩瑞恩钢吗 原本还以为要去其他地方找一货是重金收购 没想到这次居然就有机会入手 如此想到 伊恩微微点头 今天应该是他最容易得到这个珍惜素材的一天了